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127人 校正回歸39人 居家隔離了4704人 中和28 板橋25 永和13 三重11 細紙10個 这几个区比较高 确诊的总数目也计是3643人 今天整个筛检出来的比例是2.1 比昨天1.9相差不远 整个总筛检的阳性率是达到2.9% 比昨天累降一点 其实我们新北市还是在高峰的这个期间 并没有说再大幅度的往下降 并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为止 我们新北市没有乐观的潜力 我们仍然不断的要持续的强化我们的防疫作为 所以在高风险的热点地区 我们现在总共有15区 22个区域 196个里 这几个里都是窃诊者 以及足迹最多的地方 我们特别在明天又执行林口跟三小 有14个里 昨天发生了我们医父 同人们在第一线照顾窃诊人 仍然受到施暴 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心痛跟不舍 我们都见起了检察官一定要加重求醒 绝不看待 所以在任何第一线医护都能受伤 事务会在医疗工作会用和照顾上全力支持 因为其中有一个护理师一位三道基建 我们全力的照顾 如果万一影响到后面他的执癌的工作上 市长一定会保障你工作所受到的影响 妥为安排 今天第一线的医务同仁 在头上的病 治疗后病一直要停 像今天疫苗来的3.9万剂 所以市长顺序 一切按照中央的规定 治疗医务同仁 以及第一线为了防御作战的警消同仁 我们预计 因为大家有外勤的工作 会忙着防御 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时间 治疗5天以内把它施打完毕 至于大家对担心的传统启迪 我们不断的要求 不断的宣导 我要求的是市场自治会提出你们自己的管理办法 所以任何方法 自治会提出管理的方式 新北市来机查 所以这段时间 新北市在机查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做得非常好 大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其中有一家 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出机查单 警告提携要改善 今天再去复查 仍然没有办法落实做好人流管理 就是我们的板桥 影响市场 即刻既然做不到 就暂停营业三天 等改善后以后 再能够营业 防疫期间绝对不能马虎 大家一定要落实 做不到 就停业 这是市场的决定